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主办单位表示 中国苏华艺术 随文明历史的发展 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 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精英辈出 让人真切地体会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那么这里边呢 比较有一些重头戏 那么有宋文志 林峰明 陶冷月 杨善生 赵绍昂 那么这个是国际性的画家 还有一些呢 是本地画家 比如 吴以生 那个善不清 朱军山 还有那个马不全 书法家 那么是我们本地的一些 知名画家 这是我本次画展的一个 精品力作 画的是一对孔雀 提名叫 称露泥香 那么也是用那个半功半血的手段 画的这幅画 比较有创新的一种新意 我们叫笔墨当水时代 那么背景呢 是用的樱花 点缆这个白色的孔雀 那么比较 栩栩如生 好像有一种清零其境的感觉 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艺术 在异国他乡得到延续和发展 展示一代宗师的精湛技艺 领悟他们各自的美学追求 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这次华夏风采画展 聚集了三十几位大师的作品 是大多伦多地区 难得一见的艺术盛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